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经过75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有一点从未改变 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 国大包容的胸襟 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它根植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 中国愿筒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携手前行共担风雨共创未来 关于中国的关系的关系 对他们的历史深深 我们的重点 和平均的关系 我们的信息 我相信他们能够 在其中一方面的关系 比较比较 比较大臣的关系 比较大臣的关系 和平均的关系 和平均的关系 vous remercie à nouveau en France pour cette 3e visite d'Etat qui, dans un moment si délicat de notre planète, est ô combien importante. Merci.